俗话说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今天我们就来煮一个外酥里嫩 蒜相浓郁的脆皮乌花 煮肉最近白菜价 所以我们家顿顿都吃肉 有种奔小扛的感觉 老规矩 乌花肉还是切成厚厚的薄片 打算用料理机打碎 加1比1的水 再加烟和白糖搅匀 用绿王把蒜和水分开 制作面糊没得脆炸粉的 就按照这个配方制制脆炸面糊 外中放入红薯淀粉一杯 面糊50克 鸡蛋一锅 少许盐 适当酸碎 用右手抓成这个样子就OK了 五花肉满味也很关键 喊你们医书把笔记煮好 多吃少量加入酸碎 用右手抓5分钟 让肉充分吃碎 这个教程我煮了一天 能不能耽误你一秒钟给我点个赞 谢谢了 再放入烟 胡椒 蚝油 杯就抓匀 再把五花肉倒入面糊 抓匀也只15分钟 中小火5层油温下五花肉 慢炸8分钟左右 再开大火 起一层油温下锅复炸 能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可以出锅 换炒锅 热油下蒜末炒香 下五花肉 再下青红椒 翻炒均匀 马上出锅 这样做的脆皮蒜香五花真的太香了 找猪要是不好吃的 你带上五花肉来我家吃饭